也因为本土疫情升温 所以原定在2月14号以及15号举行的台南盐水风炮活动 将缩小为止在元宵夜办理 并且取消绕境改以定点释放 台南市府民政局表示 虽然距离盐水风炮预定举办的日期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万一疫情升温而被迫停办 那么制作好的风炮城就难以处理 因此希望预先规划缩小规模 原定两天的风炮活动改在元宵夜进行 取消神教绕境时风炮沿途释放 改在各公庙自行规划的地点释放风炮 而行之有年的盐水国中集中释放区主题封城 主题炮城释放预定如期办理 如果有特殊情况出现了变化 将再做事实的调整 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